今天請大家跟Robi 討一起走入越南的歷史 就在中越名為順化的這個城市 拜訪越南最華麗的皇帝林寢 以及現存規模最大的米建築區 喜歡歷史的你千萬不要錯過囉 還有遇到暴雨分隔線的受困畫面 那我們趕快Let's go出發囉 我跟你講今天的旅程 讓我覺得很可愛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在Hanoi的時候 Tempo已經很快到很害怕了 可是我們今天又要去 對類似Tempo跟林寢的力量 希望今天會讓我覺得是有趣的一點 I hope so 我跟你講我去戴好可愛喔 我覺得慧安這個城市感就是 看到一部份的感覺 喔對對對 有繁榮 但是它又不會太擁擠 所以這裡的城市很用心耶 他們喬上的字子還是用Tempo的補貌 今天房東說我們停機車是一台車5K 結果我們一來的時候他說是10K 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在這邊還蠻少見的 而且上面也沒有寫下面 對啊 越南會在這邊寫這數字 然後他會給你幾個 109K 他順化的時候會去黃城 然後還有林寢 這個黃庸是必來的 他是150K就是單這個點的門票 資格點的話是360K 但是他的票的好處是他可以用兩天 應該走不完 因為他附地很大 所以我們今天要挑戰能不能把他走完 大家可以把這個順化黃城 想像越南白的紫禁城 然後這是規模比較小 其實我覺得這邊比河內的那個森林黃城很漂亮 對 美超多 對 我覺得這邊比較值得來 這跟早上我問房東美美的一樣 他說裡面不能夠穿海鋪路的衣服 對 由於不能拍照 我們要守規矩 就請大家想像一下吧 這裡就是太和殿 是阮朝皇帝的政典 皇帝當時在這裡接受大臣的喬拜喔 所以代表這邊沒有服裝規定沒有那麼嚴格 對 但是河內非常嚴格耶 他一定會要我們掛鋪 或是就是不能進來 他這邊的建築大概是西元1800年建造的 順化黃城是世界文化一場之一 在越南他們稱順化這個城市為惠 曾經是越南部分皇朝的首都 也是越南現存規模最大的古建族群 除了順化金城被香江圍繞之外 順化黃城也有自己的護城河環繞喔 走到黃口就覺得 這種地方都是以前 一百人都進不來 我們現在的家人 輕輕鬆鬆鬆進來 太修個屁啦 在當初越戰的時候 美軍其實一開始是 士兵被要求說不准炸他們的皇城 不准炸他們的歷史建築 結果都好像打一打之後太硬 就是美軍受傷太慘重 以後他們就開放 可以攻打皇城 皇城現在就是看到很多彈孔的地方 對啊 所以 聽說他當初這邊建築物主體好像 一百五十一百六十座 現在是他士典座座 喔對 就差很多 咻 蹦蹦蹦蹦蹦 只剩下10座的話 代表他這邊很多原本就是建築物 喔 那難怪 越南的紫星城跟中國很大咖啡師 他們的顏色主體是黃色 太平隆 即便現在僅存不到十分之一 也夠我們迷路了 真的很難想像完整的規模 到底會有多大 我馬上迷路了 不知道該往那邊走 如果以前你是皇帝會怎樣 而且我以前不是皇帝 不然我應該會一直跨迷路吧 又沒有GPS 不過應該沒關係 皇帝你都會一直叫你那時候 叫他在旁邊 欸 為什麼 這邊沒有出口 國人再次迷路了 呃 再次驗證的 因為走到好熱喔 可以看看姑姑妹 還是自己到底在那邊 呵呵呵 這裡是現存最古老的 越南傳統劇院 在當時試工皇室 欣賞劇群的場所喔 現在每天也會有表演 一天有兩場表演 可是好像要二萬收錢 那表演的應該是 一些他們的一些傳統的聲音 樂器類的表演 配用我剛才門口看到是200K 所以你覺得以前皇帝 這樣子在這種皇宫中生活快樂嗎 我又覺得他會被限制很多人情自由 有些時候生活單純 其實是比較舒服 對 下面那頭地還蠻有趣的 哇 這裡超帥的耶 你看那個香 你就像一像都這樣 好可愛喔 各種就是特色的香 光是藝術人 好香的類 這家是香的類 對 我媽要感覺的 空中漂浮的斗笠 好可愛喔 第一場多的斗笠環繞 超棒光的 翔走哥剛剛說這邊 他覺得他很推薦來 你不推薦嗎 推薦耶 因為我覺得這裝置藝術好好玩喔 我做的是整個皇城啊 他在製作斗笠喔 哇 神救援建議大家先把地圖傳好 如果你是自由使人 我覺得三個小時走不出去 我們剛剛走一個多小時 走這邊而已吧 好像之前拜定寺的那個感覺 這是台皇后的轎子 我覺得皇后應該跟我一樣 都是很難得用走的 真的嚇一跳 真的嚇一跳 老實講我對於這種地圖建築比較還好 我比較喜歡那種大隻大隻地圖 我也是 不得不跟大隻的 那順化皇城 推薦度1-5顆星 給幾顆星 3 4.5 也許你對歷史建築沒有這麼有興趣 可是你還是可以去看看 皇室成員怎麼生活崎嶇的 所以這就結束我們皇宮之旅 要去吃午餐了 那我們現在是騎車帶你逛春 逛逛逛逛逛 然後多帶你去喝戰鬥機 在皇城四周展出著 許多過去美軍的戰車以及飛機 據說是當年捷護美軍的戰利品 長田橋 連接著北岸的皇城區和南岸的商業區 據說是由艾菲爾鐵塔設計師 所設計修建的也 大家有看出異曲團工之術嗎? Thank you 好酷 這是我們點的 他說這個是個中院很有名的食物 你很喜歡車的 我覺得很像 挖粿 不是耶 它超硬的耶 我現在來試著原味 是挖粿嗎? 所以這是挖粿 我們在此重新訂 這盤料理就是小挖粿全餐 這才是讓我最期待的料理 OK 乾杯 我未吃鮮菜我等一下會想吃 我等一下應該會說 加了醬油的挖粿 應該不適合我吃的嗎? 它不醬油 它比較像是魚露 那你覺得加醬好吃還是不加醬? 加醬比較好吃 真的喔? 我好期待喔 因為我覺得它不加醬就蠻好吃的耶 其實 這一個我的炸豬皮超級搶味道的 謝謝 阿蕾 這是我們點的春捲 然後優格加百香果好搭喔 這應該是我們在越南第一次吃到生春捲 因為我們之前五點點都點成炸的 好生 好生 好吃還是好吃? 它很森林的味道 就很像你在吃草 然後 下味沒有很重 可是沒有 我還是比較喜歡那種 涼粉的皮 這種我就覺得很還好 沒那麼清爽 那我吃吃看蝦醬 蝦醬好吃很多 蝦醬又有點辣 真知道我又有點辣 我就知道 我故意剛剛不說有點辣 加頂一碗豬肉花生醬 花生醬倒進去 然後呢? 然後就倫敦幾下滑下來 沒有 原肉醬 超肉醬的 以前我記得我朋友跟我講說 我看你拉麵我就覺得你很不懂吃 我想說 這表情要很奇怪 我每次看到你的表情就沒辦法解讀到我好不好吃 但你絕對猜不到我會講什麼 這豬肉真的是很 在西邊烤肉的那種豬肉味道 就一直不斷地刷烤肉醬好不好 烤肉味沒很重 我反而是覺得它有那個豬肚蓮子湯的味道 3 4分 料理蠻特殊的 對蠻特殊的 可以來試試看 你知道地點的話可以看我們的官網 我走這邊還是會覺得有點恐怖 沒有沒有沒有 前往臨井之一的洞窟 5分 在哪邊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 沒有啦 我們在起定皇陵 哇 蠻帥的 我們是買套票 所以說我們這邊沒有再再試購買 寄來的話一個人要100K 好酷喔 他們的五官啊 還是說士兵沒有到身高 非常高 是因為以前人身高差不多這樣 我蠻驚訝的 映陵又稱起定皇陵 是越南末代皇帝的陵墓 起定皇陵這個地方 也許是這個地區最值得看的一個林寢 是因為它好像是裡面最華麗的 順化這邊都是住皇帝啊 然後後期他們說是住越南他們的高官 這個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可是有些時候我這邊拍照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有些是說 去人家墓園 去人家的墓園拍照 這裡不能帽子都很醜煙喔 不能閃光燈 但是可以戴 可以拍照 無論是外觀還是內部 富麗堂皇期有明顯的發飾風格 但華麗背後的故事 卻是這位身體鮮弱的皇帝 依附著殖民者法國 雖然表演風光 但卻被當時的人民們認為是傀儡皇帝 老實講 這真的算是我看過數一數二華麗的 那有人跟你講說這邊上面都是北墨皇 喔 結合的總是巴斯 這邊就感覺比較西方的 所以這樣大概走多久 很快耶 差不多40分鐘一小時 我們可以結束這 所以說是軟巢皇帝中 龜母面積最小的 但卻是最精緻奢華 並且融合了多國的風格 這在以前的時代的話 我可能就是類似關羽或呂布的等級吧 他們就會說想走身高一尺八 有什麼手持千金這樣子 好啊 你就把自己神畫 3 3年54 我給他4分 的確是我看過最華麗的靈情 這張很可愛嗎 好像皇陵都會有這些士兵跟那個無關 冥命地開創越南歷史上最強大的時光 登基之時面對西方勢力的東來 他非常積極地去了解西方的進步科技 強化越南軍隊的素質與戰力 是為相當又遠見的君主 起電皇你感覺差蠻多的 他超級無極多 在位期間的政績 使越南領土達到有史以來最大的範圍 並實施許多措施改革 是越南歷史上極為重要 但是也有極大爭議的一位皇帝 其實我覺得這邊有點像是 我那一個文廟 一出來送啦 我家三層 冥命地在生前十遍開始決定自己的目的 在其逝世的時候 少林其實並未完工 是於兩年後才完成的 與其他的順化皇陵相較 最特別的是 這裡是唯一沒有皇后和家族陪葬的墓 其實硬要講話 我覺得他整體比較像一個 廟宇家公園 有有有有 可是這裡富堤就大很多 這邊真的是蠻大的 我一直以為他們皇陵都會有類似的 格式什麼 可能都是台樓 他們就還有什麼建築物 就我們現在看這兩個其實完全長不一樣 結果我們到這裡之後發現大門被亂住了 我有設三個皇陵的點 可是後來因為他的價格關係 所以我就想說買他的套票好了 不過他的套票比較兼詐就是 他是選擇最知名的那個皇帝的林寢 跟第三知名的就是這邊 第二知名的沒有包含在那個280的那一組 桂球菠蘿蜜廠商贊助都有一十年份的菠蘿蜜 不用因為越南的菠蘿蜜很好吃 又超級無敵爆炸多 可以贊助我果凍、優格、阿玉 我都吃 中間一直追殺我們的烏雲飄來這邊的 真的 昨天的烏雲真的很強 但他對我們很溫柔我覺得 我現在不要過去 不要過去,不要過去回來了 我們往後面 哇,雨過來了 慢慢來,慢慢來 安全第一 我們先躲在加油站好了 你看,肉依拍一個 肉依拍一個 你看對面那個 雨過來了 太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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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瞬間變超大的 你好可愛喔 覺得很爽了對不對 你真的覺得很刺激 是嗎 好玩嗎 我們 我們剛剛騎到以後看到前面雨突然變很大 我立刻回來了 我們剛剛不是自己都白色了 你覺得這種雨量這種大小 等一下回去出去會不會淹水 應該是藍寶首次洗澡 現在前面變很乾淨 好久沒看到這麼乾淨的 我們看一個以後的越南人的夢 10 10 10 5 大家不用收門票 那這間廟叫什麼呢 林老寺 對林老寺 全身都四大大好冷 真的 天老寺有許多別稱 但最後是使用林老寺居多 因為好久好久以前 越南遭到法國侵略以及天災的問題 當時的皇帝認為天老寺的天字 因此得罪了上天 於是將其改名為林老寺 這邊竟然要拖鞋 這裡已經有400年的歷史了 是順化最古老的寺廟 也是順化這裡的地標喔 這邊庭園還蠻漂亮的 這裡感覺蠻有在整理的 蠻清熱的 這水感覺蠻乾淨的 只是那些和尚感覺很辛苦 因為觀光喝太多 今天禮拜一耶 我剛剛覺得這好像寒修草 因為它都是像寒修草收起來這樣 噢 寒修草 外面可以租他們的傳統服飾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下雨就不租了 加上我們停留的時間不長 越南第一任總統鎮壓佛教 造成了當時寺院 嚴重的損毀以及大量的傷亡 導致多位佛教僧倫林 因此發生了自焚事件 而廟裡展示的這輛汽車 是紀念和尚釋廣德的遺物 求問答 求問答 這什麼果子 超帥的耶 好大一顆喔 而且它的花很大 很漂亮 越南真的蠻會提東西 難怪他們最近足球一直贏 太陽又是三月 今天又是開心的一天 任務達成 希望每次都這麼好運 結果我們都遇到天氣 就是蠻幫我們經典的事 熱口樹的尿魚 由來是民命地 當時為了母親的巴授而建造 塔外則有六尊守護神像 保衛著寶塔 據說這個地方是超級風水寶地 廟前的香江與後面的山峰 就像是龍行 我覺得對面的山頭比較好看 超美的 而且有點像巧克力山耶 合景搭配上這喇叭聲 真是絕妙喔 嘿嘿嘿 感覺好像很靈性 我覺得就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被停車跟有被停車的差別 歡迎來到 肉依比頭的旅遊財蛋時間 叮! 今天要跟大家講 我們該怎麼規劃去順化這個地方 旅遊的行程呢? 通常我們抵達中越 會先搭飛機前往 縣港國際機場 抵達這場之後 我們在換交通工具前往 順化這個城市 車程大約2個小時左右 一定要去的就是它的皇城 以及他們最著名的皇帝的陵墓 那我們現在就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一日行程怎麼安排 一早呢我們會先建議 大家去順化皇城這地方 然後其他的皇陵呢 大多數都是100K越南盾 可以請大家 假設你有去一個皇宮 跟兩個皇帝的陵墓以上的話 我們建議大家買套票 就只要284K 那當然假設你要去更多點的話 它還有一個更大的套票 那就是350K 順化皇城呢簡單說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越南版的紫金城 它就是以前皇室居住的地方 那順化皇城 我們會建議大家一早先去的原因 是因為它其實有很多地方 是在戶外的場合 你早上去的時候 比較不會這麼熱的 結束以後你可以先回到順化的市區 稍微吃個飯啊 喝點東西之類的 起立林其實是這裡 相對非常重要的一個景點 避免時間嘎不過來 所以我們就先去這個地方 裡面很多畫作或是雕工 都是非常細緻的 而且到現在都還保存得很良好 所以相當建議大家 如果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前往這個景點去參觀 下一個景點就是所謂的冥命林 其實很難念有點饒舌 它雖然說占地很大 然後可是很寬廣 可是它就比較像我們傳統的那種 比較沒有這麼的特殊 所以說假設今天時間 比較匆忙的這個景點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對 我們前面講了兩個皇帝的荷幕 是當地最著名的荷幕 那剩下他們其實周圍 還有四五個五六個以上荷幕 這些地方我們就沒有再去拜訪它 或是有去過的朋友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說 你去過哪些雖然沒有很著名 但讓你印象深刻的荷幕 推薦給我們 或是其他未來想要前往旅遊的朋友們 下一個我們推薦大家去的地方叫做 天老四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 林老四 有點像台語諧音的那個 不太 對 但它其實是有特別的典故的 哈哈 你是巧克力蛋糕還是101啊 但其實它畫的是像的 如果有看過影片的各位 林老四的景點參觀結束之後 又到吃晚餐的時間 這時候我們就又回到了夜市徒步區 那這個區域我們也建議大家 住宿地就選在這裡周圍 因為除了很好覓食之外 其實這裡晚上也是非常熱鬧的 喜歡夜生活的朋友真的可以參考 就是特別停留在這個地方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對順化的行程規劃 也建議給大家 那假設想要知道更明確的一些 相關資訊或者是地點化 歡迎到我們下方的一些網站 有我們的官網文章 這邊也超遠的耶 這邊彩虹超濃的 沒空的耶 這邊是金色夕陽 整片天空 給大家看到雙彩虹 你看 拆了出來嗎 拆了出來 在那邊 那邊 我們下方的網站 我們下方的網站